iPad商標4億6,強國勁咬果肉 我沒說錯,你沒聽錯 深圳維管公司就是靠你將12年前的註冊證 向美國蘋果公司作了4.6億港元 事源這間總公司在台灣的維冠 2000年開始,在全球不同地方註冊iPad商標 結果前年iPad一出 深圳分公司就說 雖然有人向總公司買了全球商標 但卻不包括他們的iPad商標權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想怎樣 之前蘋果向法院申訴幾次都被駁回 廣東省高院上個星期發了調解書 促成雙方以4.6億和解 背著31億債務的圍觀就是對方侵權在先 原本要對方賠30多億港元 不過就擔心將來法庭判得更少 為了保障8家債券銀行利益 才迫著要而已 其實中國是蘋果全球第二大市場 加上就算不賣iPad 根據蘋果今年第二季業績 每日在中國都差不多有7億進帳 現在不用5億 最快今個月就可以賣iPad 看得難吧 最快今個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zed明雷